AudioJungle 假月亭最快将,在本周五爆仓,周一开盘,乐视网如期第四个交易日跌停,股价报10.06元,如设定平仓线为150%,那么假月亭所质押股份,已经跌破平仓线,如设定平仓线为140%,那么最快明天也将跌破平仓线,如果乐视连续8个跌停,那么,假月亭将,在本周五二月二日爆仓, 截至2017年11月30日,假月亭仍直接持有乐视网10.24亿股,其中质押10.20亿股,近日干威曾经在公开发文中透露,假月亭的质押股,权业额为69亿,对应质押股权的平均价格约为6.7元每股,RSPGO等于WINDOW,ADSBYGOOGLE,BUSH,据华尔街建门计算, 如果按照警戒线为170%,跌破150%级平仓来算,假月亭所质押股份对应的警戒线,平仓线,爆仓线股价分别为11.5亿元,10.15元和6.77元, 这意味着,周一乐视跌停,假月亭的质押股份已经跌破平仓线,如果将警戒线和平仓线设定为爆仓线的160%和140%,在明天乐视继续跌停的情况下,那么假月亭的质押股份将击穿平仓线, 不过对于平仓线,目前媒体还有不同的说法,21世纪经济报道,原以12月初方证证券,针对乐视网董事刘宏等的,有关诉讼公告称, 后者涉及的乐视网股权,平均质押价格,为其质押时股价的3.5折左右,深圳一家重仓乐视网的私募机构人士对其表示,若以这个比例来计,算假月亭,最新一笔的股权是压平仓线, 则大约可以得出在除权后的11元每股附近,预警线则是13元每股,依此计算,乐视网复牌,后,只需三个跌停,假月亭就可能触及预警线, RBUGO等于WIDOWADSBYGOGLE,即便面临爆仓风险,乐视网在上周二的投资者,说明会中却透露, 假月亭目前仍未向公司提供其股权质押的处置计划,也未表示不对所持股权在质押机构的质押行为,支付普足保证金,乐视网称LDQUO, 如果因股价下跌,假月亭也未对保证金进行补足,则其所质押的乐视网股权将由质押机构,按照协议条款,进行相应处置, RTCO,截至目前,假月亭持有公司10.24亿股股份,占总股本的25.67%,其中10.19亿股已质押给金融机构, 若公司股价出现大幅下跌,且假月亭无法及时追加担保,金融机构将由权处置,上述已质押的股权, 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,目前,乐视总市值,约为,401亿元,比停牌时的612亿元,已经缩水了,221亿元,截至发稿,乐视交易,额约为500墨元,来源,华尔街